今天分享如何给自己做指拖延长甲 先用搓条将支架刻磨到没有反光点 涂抹结合剂 指拖上这个圆圆的贴纸可以贴到背面起到支撑作用 卡指拖时两边的AB两点一定要衔接到 指拖中心点要完全贴附支架 我比较喜欢尖形就把指拖板捏成了尖形 第一比较放在本甲与指拖的接口处 做出需要的长度照灯 第二比胶涂抹整甲 涂得四周薄中间厚 这样弧度才好看 照灯后用塑形前塑形 拆掉指拖用搓条修行 指拖延长属于两指定做的甲形 所以比甲片和五指拖延长做出来的弧度都更好看 延长做好了 再顺便给你们做个简单的运染款式吧 整甲涂抹一层加固胶 粘贴这款又薄又亮的彩帛纸 可以多粘贴几个颜色 随你喜欢 涂抹加固胶不照灯运染红色 同样的方法再叠加运染白色 最后封层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主要是用彩帛纸做点缀 随便怎么做款式都好看 关注我每天分享美甲小技巧